他這個酸菜白肉鍋 真的是地道的東北的酸菜白肉鍋 吃起來它的酸味就是很自然的 常來不來吃會想念 對啊 那一個禮拜來一次吧 一鍋好料沸騰 店裡的人氣溫度也跟著飆升 豐原永康路上的知名酸白菜火鍋 不管冬冷夏熱一樣搶搶棍 湯頭溫潤回甘 火鍋料澎湃過癮 是高客吹著冷氣 都要流汗結飲的想念味道 為了家裡的債務 羅永鑫脫下戰袍 從比賽舞台轉入廚房 把從柔道學到的精力善用精神 將自己的潛力做最佳應用 一樣在日常工作上發揮淋漓盡致 麵團不靠腳面積 完全手工 揉出精細和勁道 這是現在極少吃到的柔道 硬底子功夫 我們這樣揉一次大概要 就是開始揉到完成大概 要持續大概半個小時的時間 以前會去幫忙的時候會覺得很輕鬆 是因為當時還是選手 所以我們去幫忙的時候 出自的蠻得心應手的 我們也是會流汗 但是比較不會那麼累 一樣是台東好心老闆夫婦交的北方面食 羅永鑫憑藉著體力優勢做到極致 蔥油餅 豬肉餡餅 餅啤咬勁十足 也是店裡的人氣招牌 我們鋪滿是因為要它的那個香氣啊 大把蔥綠豪邁撲撒在麵皮之上 對老饕來說這畫面太美也太危險 許多人隔著玻璃被吸引住 一吃就被徹底收服然後上癮 是羅永鑫稀客的沉浮行蹟 前陣子那個颱風就光讓豹沒有進來 一把蔥要稍微要花一千塊的成本 還是賣了 尬回來 而豬肉餡餅 豬後腿肉配上蔥花 完美比例三比一 有大口吃肉的滿足 也有不油不膩的清爽口感 最特別的是這千層餅 餅皮加上酥油 層層疊疊感折 乾烙之後拍打 空氣灌入千層之中 創造蓬鬆口感 剛開始就會邊拍 然後邊燙啊 那不是很好笑 很好笑 在學的時候很好笑 裡面是包小黃瓜 酸漿豆跟豬肉絲 它也有酸酸 然後帶一點點微辣 口感吃起來是會比較清爽的